金汤酸菜鱼酸爽开胃 是不是只有在酒店才能吃到呢 今天我来教你在家简单操作 首先准备一条黑鱼或者炒鱼 用你消炒的姿势把鱼骨头和肉片下来 专业人士都会把鱼皮片下来 肉质更洁白 斜刀切鱼片比较大片也比较薄 就想得到你的红心知识 谢谢哦 切完用凉水冲洗干净 这样子才会晶莹剔透 腌制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变色 加盐、蛋清、料酒、生粉 把它抓拌均匀至起浆 最后清油包浆色泽明亮 不易脱水 起锅烧油 先把鱼骨头煎至两面金黄 加酸菜、葱、姜 继续把它炒香 这样子鱼部位腥 汤汁也更鲜甜 往锅中加开水 下一包金酸汤料包和料酒 其他调味品可以不用再加 大火煮三分钟 把这些配料先捞起来 保持中小火 把鱼片烫熟 这做菜我就喜欢讲细节 希望对你有帮助 撒上蒜末、小米椒、葱花 最后一勺油 口水往下流